民眾隨節奏舞動搖擺 東協音樂節在新加坡虎報別墅首度舉辦實體活動 來自東南亞七國及台灣、印度等音樂人登台表演 吸引許多不同種族的民眾入場 從熱鬧到抒情歌都放一點 希望說各種喜歡各種曲風的觀眾都能感覺到我們的魅力 東協音樂節合辦單位代表蕭文盛提到 台灣也是亞洲的一部分 加上大家都喜歡台灣樂團 指定保留一些時段給被東協成員國 這次共有三組台灣音樂人共襄盛舉 首次到新加坡演出的Luzi表示 看到這麼多亞洲音樂人齊聚一堂 說著不同的語言覺得十分有趣 而對Amias樂團來說 時隔兩年半再次到新加坡演出 看到台下熟悉的面孔感動到不行 演出完有看到很多當年就是有來的人 就覺得新加坡人都好專情 樂迷一直等待我們然後陪伴我們 看到我們成長跟我們一起開心的這個感覺 也讓我們覺得很有動力 各國音樂人的演出帶來多元曲風表演 不僅看見各國的文化特色 也展現了亞洲多名的民視頻號 很小心 也讓我們看到一些不明顯 一輪看見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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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讓我們說明了 一輪看見的 頑張開 一輪看見的